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中国选手在擂台上砸开了外国选手的眉骨 直接打到血流不止 而且外国教练还直接冲上擂台想要挑战他 但是我们的中国小伙却是丝毫不惧 眼前的选手就是我们的中国猛将张立鹏 靠着他凶猛的拳法和极强的反应能力赢得了无数外国选手 接风时期更是直接拿架了15连胜 但是总有不自量力的选手想来击败张立鹏 甚至还在媒体会的现场就对张立鹏大打出手 那现在出场的就是今天第一名挑战者 来自美国的凯文德洛 那这个人真的是嚣张至极 赛前不仅恶意推扫我们中国选手 还表示中国选手在他眼里就像一只蚂蚁 自己想捏死就可以轻松捏死 真的是足够嚣张 那现在出场的选手就是我们的中国猛将 人称暴力大棚的张立鹏 张立鹏的实力可以说是足够让我们惊待了 进入拳台首场比赛仅用是20秒就KO了对手 紧接着更是直接拿下15连胜 那现在让我们期待一下张立鹏今天的精彩表现 那好的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那场上红方选手红色短裤 就是我们人称暴力大棚的张立鹏 那另一边这个蓝方选手白色短裤 就是来自美国的第一名挑战者凯文德洛 那这个凯文德洛真的是嚣张至极啊 现在让我们期待一下张立鹏在第一场的精彩表现 凯文德洛 完成 手从腋下拴出 然后从腋下搭扣 好 顶心 好 进入地面 这次直接把对方压倒了 然后同时做了前手的警察机 凯文要注意啊 张立成在这个位置的地面 垂击是非常 中截力是非常高的 所以对方的双腿防水非常严 搭扣了 身体上锁死 好 变化了 拿手臂 对 这个应该 这个动作太大了 对 而且也过于慢 对 这个有时候这种锁机动作 虽然有些动员在背后 或者两次没有长眼睛看不到 但是整个身体是有感知的 是 这个太明显了 这个动作 对 可能还在做形式 转过来 凯文现在就一点 一年不敢给张立成了 好 队击 队击 好 这几次队击好像有点效果 对 哦 杂手 杂手 连续的杂手 哦 连续的杂手 凯文现在只能是被动的防守 好 全阻都有 对 可能还是 要登开 哦 队击 很重 哦 加油 可能还是要做动作呀 对 可能只是这样抱头 做最被动的这种防守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因为是打下去 只会受到更多的伤害 才怕一定会终止比赛 对 好 那咱们做了一个 咱们把凯文的左手押到背背 哦 现在如果右手有杂拳的话 哎呦 凯文就危险了 对 好的 现在在张立鹏的连续中旋之下 裁判是直接结束了比赛 咱们也看到现在的凯文德洛 已经被砸到满脸是鞋 眉骨已经被砸开了 完全没有开场前那种嚣张的气焰了 那这场比赛张立鹏打的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但是这一场比赛想必大家一定没有看过赢 但是我们还有下一场更加精彩的比赛 那这场是由我们的张立鹏对战日本选手能登虫 那这个能登虫可以说是非常的嚣张啊 在看到美国选手被暴打之后 他自己坐不住了 一定要来自己挑战一下张立鹏 那这场比赛两方选手实力都是非常的相信 让我们期待一下张立鹏这一场的精彩表现 好的 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那这一场我们看到红方选手 依旧是我们的张立鹏 另一边蓝方选手就是来自日本的能登虫 那我们期待一下张立鹏 这一场是如何暴打小日本的 鲜血 你和美国选手 president 张立峰现在处于上位的压制 非常的稳 现在张立鹏 想要去反拿这个木村 肩固的位置 这是对肩膀肩膀肩关节的一个 非常具有杀伤力的所记 这个肩固几乎是已经完全拿到了把位 我们看缠斗的高手能登崇 想必不会马上的放弃 他把自己的手臂紧紧的贴在地上 不让张立鹏有足够的空间 完成这个锁记 张立鹏现在是要转换身体的位置 然后进行了地面的打击 非常的重 张立鹏可能 能是要施展一个十字顾的技法 还是要 还是要拿着这个木村 非常快速的起乔 非常快速的乘起 非常快速的乘起 完全乘起在了对方的胸上 我看到张立鹏 常年的训练 双腿在上位的控制 非常的紧 能登崇现在是想逃脱出来 但是没有好的办法 这只能是靠起乔来干扰张立鹏的进攻 再次的转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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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重的地面扎拳 我们看到 处于下位的能登崇非常强力的起乔 但是没有能让自己摆脱这种不利的局面 张立鹏刚才想抓一个胳膊做十字顾的部署 张立鹏特别的沉稳 在上位呢 首先保持的就是自己优势的体位 然后再一点点蚕食对手 不及于终结比赛 现在张立鹏完全掌握了场上的控制 张立鹏刚刚把自己的成绩位置 连续的大拳 非常地重 非常精准 大家看到这才是科学的地面扎拳 好 裁判重置的比赛 能登崇的场外的指导 也是抛出了白毛巾 这一场我们张立鹏打得是非常的漂亮 直接把这个日本选手打到投降 这场比赛我们看的是非常非常的过瘾 可以看到现在台下观众也是非常的兴奋 现在这个日本选手看起来好像状态是不太好 好像随时要死掉的样子 最好是用担架把他赶紧抬走 最好不要脏了咱们的擂台 这场比赛打日本选手打的是非常过瘾 没有错 我们还有第三场更加精彩的比赛 那在日本和美国全部落败之后 这个韩国选手也坐不住了 想要来挑战咱们的张立鹏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韩国选手在赛前都说了些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面的字幕 好的呢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 场上红包军手依旧是咱们的张立鹏 另一边就是韩国的红勇姬 那现在让我们期待一下张立鹏 打韩国选手会打出怎样精彩的表现 张立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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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焊快乐 一位慢 白痴 背影 我的antom Bground 鹏 从眼淇 赛 弓 是的 好 走 但 洪洋的手捧不动 所以 有2点 新的 预定 是 几次回合 他抓住 好 好 快 就是 剛才打到 郑亮 他踢了 很久 郑亮 他突然上了 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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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的有东西 中间的勾舞 張立芙 兩邊都把手捲了 左邊抓到手捲了 右邊抓到手捲了 右邊抓到手捲了 爛逾手捲了 努力度差 再度一張 一手捲了 差別放了 抓到手捲了 握手捲 張立芙 那这第三场比赛 那这第三场比赛 我们的张立鹏 依旧是以自己绝对的实力 碾压对手获得胜利 那咱们张立鹏 连续打了三场比赛 把美日韩全部打了一遍 这时候打的是非常的过瘾 那好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一期再见 感谢观看